字幕志愿者 李秘密 櫻花 櫻花 大家知道櫻花就是日本的國花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去日本賞櫻 尤其是在京都啊 或者是在富士山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富士山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於櫻花的遊戲 所以它這個畫風呢 非常非常的日本 所以呼籲 這是旅遊集局的廣告嘛 呼籲大家可以去日本玩 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在遊戲介紹之前呢 請大家務必幫我們按訂閱 然後再按分享跟按讚喔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跟你一起去賞音啦 希望越來越多的朋友 可以一起玩這個遊戲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介紹吧 好的 那我們其實的遊戲設置呢 我們會先擺成這個 人物卡呢開五張 然後櫻花卡開兩張 然後中間是這個陰陽的符號 那手牌的話呢 我們會根據人數而不一樣 這個遊戲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可以二到六個人玩喔 六個人可以一起玩的小策略遊戲 很難得 所以它最多呢 最小手牌會有六張 就是如果六個人玩的話就是六張 如果二三四五人玩的話呢 分別是十四張 十二張 十張 八張 這樣子 所以就是人數增加一個 就是手牌要減少兩張 所以六個人玩就是六張 那我們遊戲開始的時候呢 先選一個起始玩家 你可以得到這個非常漂亮的櫻花標記 那它是說 最近看過櫻花的人 可以當起始玩家 如果你們是一起去看櫻花的 那就只好打一架囉 好 那我們開始的時候呢 每個人會有一個這個陰陽的符號 黑色是陰白色是陽 好其實不重要啦 然後這個五塊錢 一開始大家會拿五塊錢 它的錢幣也非常的復古 就是日本的那個古錢的形狀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那起始玩家呢 就是輪到你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打一張卡片 那我們的卡片 當然不是這樣子給別人看的 就是大家看不到彼此的卡片 好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打卡的呢 有兩個規則 第一個規則就是說 它必須要符合它的 檯面上這兩張牌的數字 那如果是 在黑色這一邊的數字呢 我必須要比它小 才可以打出來 第二個規則就是 你必須要同顏色 你才能夠打出來 像這一張如果是白色的十二 那我如果是 那我就要找白色的 例如說白色的十 那就可以把它打出來 然後蓋在上面這樣子 好 那如果是白色的這邊呢 就是必須數字要比它大 而且也是要同顏色 所以它這邊是 呃 橘色的八 橘色的八 哇 我就要沒有橘色 比八小的數 欸 比八大的數字我都沒有橘色的 那這樣子我就不能出在這一邊 好 那所以只要打一張牌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自己選說 你要打白色這一邊 還是黑色這一邊 那還有另外一個可以出牌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我有是 呃 同數字可是不同顏色的 我也可以把它打出來 例如說那樣是黑色的八嘛 那這邊是橘色的八 那我就可以用黑色的八來覆蓋橘色的八 這樣子也是ok的出牌規則喔 我們出牌之後呢 你可以自己選擇說 你要不要買一個這個人物 對 那人物的話呢 其實隨便你要買幾張都可以喔 而且是任何時間買都可以 就是不管你是出牌前或是出牌後 任何時間你想要買幾個就買幾個 對它就是有錢最大的一個遊戲 那多少錢呢就是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有畫一個小小的圓形 它就是一塊錢 然後兩塊三塊四塊五塊 就是越新出來的人它就會越貴 所以最靠近這個排隊的是五塊錢 然後最便宜的是一塊錢 那如果你五個人都不滿意 也是可以把它們換掉的喔 你就砸大錢 可是你必須要先有六塊錢 就砸了六塊錢說 你們這來給我滾 好他們就滾了 然後去那個器牌堆 然後重新開五張 而且呢這重新開五張 你可以任選一張 就是免費把它砸出來 對那這些牌 如果你買了一張 例如說好那我買了一張這個好了 這個正妹被我買下來了 那它就必須要馬上使用它的功能 像這個功能的話呢 它下面畫了一個櫻花 就是說你可以搶起始玩家 所以有可能就是起始玩家 等一下就換人了 那除了這種牌以外的話 就是起始玩家 基本上是不會換人的 除非你有買到這種搶起始的牌 對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是說 有一些牌呢 上面會有這個陰陽的符號 陰陽的符號就是說 你打出這張牌的時候呢 大家要一起 一起決定一面 陰或是陽 對就各自分別選一面 例如說我想要陰 好那我就把它陰的就是 藏在自己的手上 然後數到三 一二三 就大家一起打開來 看大家出的是黑色還是白色 有一點像黑白色的感覺 就是黑白色 然後就大家是開一張 就是黑還是白 好那如果大家的數字跟你一樣的話 假如說大家的顏色如果跟你一樣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獲得這張牌的特殊功能 它的特殊功能就是說 有幾張顏色跟你一樣的這個陰陽 例如說我們三個人玩 有三個人跟我一樣 好了那我就可以看我的這個器牌堆 然後選三張牌把它給丟掉 好那為什麼我們會有器牌堆呢 因為有一個非常悲疼的狀況會發生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出任何一張牌 就是這兩頓牌你都沒有辦法把它打上去的話呢 那你就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把它吃一頓回家 對所以它不管是吃一頓或是兩頓都可以啦 可是通常我們只會吃一頓 除非另外一頓就是沒有扣分 就是你有可以吃兩頓的狀況 好當我吃一頓回家以後呢 會發生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就是我撿到了一些錢 沒錯就是錢 就是它如果這個數字下面呢 有畫這個錢的符號的話呢 就表示它會給你錢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就有一塊 然後這邊有一塊所以兩塊 啊這個沒有 然後這個三塊四塊五塊 有的會有兩塊喔 六塊然後就算一下總共你吃到多少錢 你就可以拿那個對應的錢回家 耶就變有錢了 然後可是很衰的事情是 你撿到錢之外呢 你有可能會撿到飛鏢手禮劍 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你就吃了一些手禮劍 這樣子就會變扣分 好那這個扣分的話就是這個符號 就是長得像那個飛鏢手禮劍的符號 那你就會得到一些扣分 可是它有可能會處理掉你氣牌堆的牌嘛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物 可能會讓你把手上的氣牌堆的牌變少 所以你就是先不用算分 你就先拿錢 然後把這個氣牌堆就是放好 然後每一個大回合 總共會有三個回合 每一回合結束的時候 你再去算說你的氣牌堆裡面 總共有幾個手禮劍 然後它就給了你一個很可愛的圓盤 這個圓盤呢 然後唯一的功用就是計算你吃了幾個手禮劍 對 所以你如果這一回合結束 我吃了五個好了 那我就把我的圓盤 這個白色的箭頭指到五 對 這樣子就記錄說你吃了幾個手禮劍 那如果你真的吃太多的話呢 它還很貼心的有給你25個跟50個喔 到底為什麼我可以吃50個而不死掉呢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啦 好 那我們這些牌如果打到手上只剩下兩張 因為我們一開始有六張嘛 如果六個人玩的話 如果剩下兩張的時候呢 我們大家就不用再出任何牌了 這一回合就結束 然後呢就會把所有的牌重洗 重洗然後進行下一個回合 所以總共會玩三次 就是牌會重洗三次 三個回合以後呢 結算的時候就是看你手上的手禮劍 不是手上 你身上二被命中的多少手禮劍 就是扣分 那扣分最少的人呢 就成為櫻花大師 恭喜你 就會成為可以賞櫻花的一個玩家了 所以我們遊戲就到這邊 謝謝 好的 那我們這款遊戲呢 非常推薦給喜歡玩 撲克牌遊戲 像是排七啊 或是九九的朋友喔 因為它這款遊戲呢 規則非常的簡單 我個人覺得還蠻像排七的啦 就是你必須要數字比它大一或小一 這樣子才可以出 然後同數字的也可以出 這個是多了一個規則 啊這樣講說也蠻像UNO的 對 可是它多了一個角色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呢 比較像是 YAMAKAI就是寫馬台這個遊戲 因為寫馬台它也是可以用錢 去買這些特殊能力的角色回來幫助你 就是做事情可以更容易喔 所以如果你喜歡 YAMAKAI啊 或者是玩扣克牌的排七或是九九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這個SAKURA SAKURA非常的可愛 而且它是一個輕鬆有趣的小遊戲 就是很快就可以玩完了 然後玩的過程呢也蠻歡樂的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同樂喔 好那我自己玩這個遊戲的心得的話呢 就是 運氣 成分非常的重 所以它就是要看你的排運啊 而且 我覺得其實買角色也蠻重要的啦 所以你必須要就是熟悉這些角色的能力 你如果善用這些角色 然後努力去賺錢買角色的話呢 那你遊戲過程就會更加的順暢 因為你就不會常常遇到說沒有牌可以出的這個困境 對 所以它主要就是出牌嘛 所以你沒有牌出就是會扣分 所以就想辦法說去累積一些金錢啊 累積錢就是又要吃蹲 所以你必須在適合的時候吃到這些牌 就如果看到說欸好多錢的牌喔 就把它吃回家這樣子 然後盡量吃就是扣分少一點的 這樣子你才可以得到最多的分數 然後最多的金錢喔 好那我們在這個遊戲的結束的時候呢 必須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個人的最新專輯 叫做純蜜 純蜜的話呢 它裡面有十首歌曲 這邊有附CD 十首歌曲 然後還有一百六十頁 非常多的寫真喔 而且重點是如果你來我的秘密基地桌遊店購買的話呢 還可以送你一盒桌遊 狼人真言 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為這個桌遊呢 它要四百九十塊 可是買我的專輯比較便宜啦 然後還可以免費送給你一盒桌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囉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這個影片的話呢 拜託大家就是按訂閱 然後按讚跟分享 這樣這個影片才會給更多的人可以看得到 然後如果你有喜歡的遊戲 想要我介紹的話呢 你也可以留言在影片的下面 我們看到的話 會這個遊戲就會幫我們介紹囉 好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我是蜜蜜基的李蜜 大家掰掰 我是蜜蜜基的李蜜窩 lesby九卒 hayat 四十五片 身體在呼换 卻坦克福著愛 Yeah ina gn Hin 表白 哎呦 见到谁还有 见到你就做了我的男朋友 哎呦 我的男朋友 我的全名为你找了我 限量纯迷 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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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有 路上纯迷 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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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一口 嘿 来玩场游戏 赢了就给你一点小奖励 还不够回求中这世纪会明 我决定 CISS ME 用完真迷你 红色几家几米 Win Check me when I kiss the face Oh how today I'm back Oh how today I'm back Oh how甜蜜滋味 身体在呼唤 吹探刻破的爱 Yes oh no yes oh no 我要你表白 嘿呦 见到谁还有 见到你就做了我的男朋友 嘿呦 我的男朋友 agencies们 pra尚被追求 日快乐 he can't kiss me hey yo 见到谁还有 见到你就走我的男朋友 hey yo 我的男朋友 我的传统为你找了我 感 ja telp 我的传统为你 нож 我便 感谢观看